嗨 大家好 我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對 你們現在看到我在這邊 床非常的亂 所以我現在要把床單 因為也舊了 想要換掉 所以我買了一款 挑選白 唇面的床單 還有背套 跟枕頭套 枕頭套部分我已經換好了 這次我是選灰色系的 這次呢 現在我們就是要把床單 跟背套一起把它換掉 我們現在整套 全部都要換成灰色的 我覺得它灰色非常有質感 它邊邊 它都有做那個 車線的那種 就是算裝飾 那我覺得是蠻漂亮的 很漂亮這樣子 那接下來要換床單囉 好了 我們現在都已經把那個床都鋪好了 欸我真的覺得這個顏色 跟我們那個背景的那個顏色 這樣還蠻搭的 枕頭套 他們都會有這個logo標籤 背套的部分呢 背套的部分就是 會有這個扣子扣起來 那它裡面也是有那個 算是內裡會有一個繩子 它可以讓你綁起來 四角邊 就可能四角邊都有 還有再加上旁邊兩側 跟中間兩側 所以這樣加起來的話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總共有八個繩子 會讓你綁那個床 就是你的被子的內裡 你們看這樣子 有沒有整個很像在飯店的感覺 所以你喜歡這個顏色嗎 蠻喜歡的 知性 又有質感的顏色 然後它就是那個 邊邊的這個 我覺得它真的設計的很漂亮 就是很簡約簡單 又不會說太花俏 那它就是 其實它的尺寸分類還蠻多的 就是有單人的或雙人的 還有加大的背套 那同樣的床包也一樣 都是有單人雙人跟雙人加大 或是雙人特大床包 就是選擇性還蠻多 多元化的 你就是不用說 啊好像沒有就是我要的尺寸這樣子 它尺寸上面也都是良好的 它也很清楚的告訴你是多少公分 那我自己個人我是真的還蠻喜歡這個色系的 就是整個很搭啊 就是非常搭我們家的就是主臥室的色系 因為剛好我們背景的那個床頭的這個部分是 也是用灰色的 那我們刻意就是有挑這個藍色跟木頭色 還有上面這個灰色去做一個就是比較特殊的跳色 所以呢我們就是床包這個 床的這個部分其實我很早以前 我跟我老公就是已經想很久 到底要挑什麼顏色才是最適合的 希望就是可以讓大家看到實際的東西 不是單純就只有文章拍拍照片這樣子 讓你們看到 那實際我們真的就是把照片跟原本的樣子拍攝給大家 那下次見囉 掰掰